Hello AM娛樂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Vinchy王源志 大家知道有一個新節目 Boy's Cation 2 今天跟大家見面 除了我帶來有很多位參加者 讓他們自我介紹一下 Hello 大家好 我是Ebo 今年26歲 我的NBTI是INFJ Hello 大家好 我是Kerr 今年21歲 要講NBTI嗎 你來自哪裡 我來自廣州 大家好 我是Kendrick 今年26歲 我的NBTI是ISFP Hello 大家好 我是Jason 大家都說我像巴士光年 如果拍真人版可以找我 Hello 大家好 我是Kelvin 我沒有做過一個NBTI 不過我應該是一個內向型人 扮愛向型人 因為他第一天見面那天 他是穿西裝戴一個Tie 戴了一個耳環 其實不是西裝 不是西裝嗎 不是 蜂褲 抱歉 皮套 皮套 我那一刻覺得 它跟其他人有點不同 就是它很玩 我真的很貪玩 所以我覺得 被他吸引了 我夠細心 我留意到他穿皮套 還有他眼大 很有神 很吸引到我 因為在這個show裡面 我覺得是比較多 裸腦成分 身材差不多 唯有是最多 而且我是一個 做室內單車的 一個studio做marketing 基本上我經常都做運動 在這個節目分很多不同的階段 比如他們在香港認識 然後一起去芭蕾玩 芭蕾裡面有很多天 有很多遊戲 有很多的競技 比賽 有很多挑選 其實他們會有變化 不是由頭到尾 就是選一個人 因為你一路相處 可能又發覺別人又有吸引力 又或者有些遊戲 未必你一定是 讓你選到你想選 所以我覺得他們每一個 都有不同的想法 就是在不同的階段 那 就真的選不到 我選不到而已 那他們選到 關他們的事的是 我們的節目的設計 是令到他們 就是要作出選擇 有時候選擇是會改變的 如果你是海選 其實有很多 很奇怪 或者是騎尼的人參加 那我又要給時間 我哪有這麼多時間 還有 我想最重要 我都是想 認識他們的性格多些 就是我不是只看樣子 看身材 這樣都要 但是如果我不認識那個性格 他來參加 我怕他有其他企圖 那可能騎劫了這個節目 可能我想出名 我發明星夢 那你進到的節目 可能會搞很多事情 去搞一些堅密的事情 那不是一個真人show需要 最重要的 criteria 就是單身 然後 那時候 你怎麼說這些是真的 因為他和我 他認識我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的前輩 是和他很朋友的 然後 他就知道我分手之後 知道我充滿 然後他就馬上問我 就是這樣 那你馬上做發明 有沒有什麼考慮 沒有 因為那時候 我很想去找一段 健康的新關係 然後 就是之前那時候很健康 是吧 就是不健康變回健康 是吧 想體驗一下 真的 但是我那時候看過 《姐姐一課》 我就覺得 因為年齡層好像 和我不是太相符 我就說 我來做什麼呢 和那麼多一些 但是第一次來香港 就是今年一月份 二月份的時候 第一次來 然後 Windy就在Instagram 發聲息給我 然後 約個飯 約個飯之後 晚上聊一下之後 OK 來了 除了香港人 我想找其他不同地方 但首要條件 是要認識廣東話 其實他是 都是網紅來的 他IG有十幾萬的追蹤 所以我一早就追蹤他 因為我吃飯的時候 去廁所搜索一下 王妍不知道 然後就知道 原來他 應該不會騙人的 其實他 Finch 一早就 很久之前 三年前 已經找過 拍他的第一輯 節目 那時候 就礙於 我又拍拖 我覺得 拍拖 很難投入到 真感情 上年年尾 然後他問我 我又剛好 剛好單身 又剛好單身 又覺得 私下無妨 我也相信他的眼光 他找到其他參加者 都是質素不錯的 所以我就試一下 就答應了 但我認識他的時候 其實他很懷疑 所以我從來沒有想過 他OK 那我就試試訊息他 原來他就 打算分手 然後又想有一個突破 不是 順便分手 順便 就是正直 要分手 可以這樣說的 哦 你自己說的 就是正直分手 那個時期 對 就是 推你一把 對 就是 一個決心 我其實也認識了 Vinci一段時間 他之前 都有邀請過我 參加類似的節目 但是當時 就 未準備好 心態 未準備好 有些包袱 又怕影響到工作 影響到家人 那樣 就 倒下了 那這次 心態 就準備好了 還有 我覺得其實 參加這個節目 是非常之有意思的 即是無論是 說的是同志平權 還是其實我覺得 at a personal level 是 我之前 一直都戴著這褲 有色眼鏡 去看著自己 可能其實 旁邊的人 都不會特別去歧視你的 性取向 但其實你自己就一直 去戴著這褲 有色眼鏡 覺得別人會 對你 差點 或者歧視你 我覺得參加這個節目 其實最主要 是 可以說到給其他人聽 無論你是性小眾 你是弱勢社群 你都是你 你都是最好的 不需要你其他人 怎樣去想 那這個是我參加這個節目 最主要的原因 那另外一個原因 就是我覺得 應該會很好玩 其實應該這麼說 在香港做任何事情 都總會有人批評 或者總會有人支持 但是我覺得 在香港做一個這樣的表演 其實都真的不容易 是啊 其實這個都是對自己的一個挑戰 來的 那也是一個很 可以說一個中心學習 其實 就是 我覺得 你的生活 生存 其實不是為了取悅他人 就是 最重要是 你自己怎樣看你自己 和你愛的人 怎樣去看你 不過我都跟他們做了 就是準備 他們大家都預備了 有批評的了 所以我想 都接受到才會參加 就是我不想到最後 你突然間縮沙 或者你說 你應付不了崩潰 所以我覺得 我也都擔當不起 所以其實他們 預備好了 是更加認識到自己的 我覺得 在參加完這個節目 就是每一天 他只是不停地追求 但是追求的 就是高層次少少 就不只是看樣子 那經過這個節目 也有學到更加多 怎樣去 跟別人溝通 都跟自己溝通 去將自己的情感表達出來 因為我平時都很少去 了解自己 因為我以前一直都是 將愛情先 覺得有些什麼都是 要遷就對方 但是其實 如果你有什麼需求 其實都可以 跟對方去坦白 去坦誠 去面對一切 不需要將自己 收起來 而可能你不說的話 別人一定不會知道 至少你說了 你表達了出來 這樣大家互相去磨合 這樣是一個健康的關係 我想補充一下 其實很多時候 哀形人 不講自己的感受 但是其實 不代表他沒有感受 這個世界 我覺得很多時候 整個社會整體 都是以外向型的人格為主導 因為他們會表達 都希望趁這個機會 跟大家E型人 那些說聲 不要忽略你身邊的 I型人朋友的感受 我覺得I型人 是E型人的玩具 就是很好玩 我這麼外向 你這麼內向 然後我就 帶著你一起出來玩 然後就一起 逼著你去外向 這種感覺好像 都挺有意思的 對嗎 所以我一直對於自己 有沒有感受這件事 沒有太在不在乎 因為我覺得 它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 所以你有沒有偏掛我 應該也是 其實我覺得大部分 現在新時代的人 其實對於這件事 都沒有那麼多探討 我覺得很正常的事 沒有必要去探討 以前我是一個 比較偏向保護自己的人 過了這個表演之後 我覺得 可以勇敢多一點 做多一點 平時自己 未必敢踏出第一步的事情 那你可能會得到的得著 會比你選擇愛自己更多 那都是基於在我小時候的家庭 十歲的時候 就父母離婚 那我就跟著我媽媽住 而我媽媽也是 處了一個長期工作 而沒有空照顧我 她不是不愛我的 但是就會覺得長期一個人的時間 我會想找一個人陪伴 那當中經歷過的感情 可能會有背叛 被背叛 磨合 不適合 很多很多的問題 就會有一段時間 會覺得自己 自己一個其實更舒服更開心 或者照顧好自己 才會有能力去照顧別人 但是後來發覺 其實當你想兩個人一起生活的時候 所有事情都是基於兩個人而限 就是我覺得這套劇是一個 是一個人生的宿舍來的 我覺得就是最大的得著是 不要特別去執著於某些事情 就是不只是人與人之間的感情 甚至做人處事 都是可以用一個寬容少少的態度 那這個是我自己個人的得著 其實他們的性格都很strong 可能年齡層又年輕一點 其實比較主動和直接 有時沒有那麼修飾 甚至有時候可能 就是拍攝途中 他們會講得很激 講粗口 講些三級的事情 我們剪的時候都很小心 就是盡量又不想全部剪掉 所以有時就剪掉了它 那上一次其實就 mild一點 就是大家很小心翼翼 沒做過這樣的節目 那現在他們又開放了很多 開放了 所以其實我想觀眾會看到 更加真實的一面 而且就是因為他們這麼主動 所以其實感情關係 是錯綜複雜的 但是真的 全部都是真的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